欢迎收看107年12月1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黄澜君 周休假日带大家轻松看新闻 千连港督有线电视为了拉近与社区的关系 同时也让大家了解有线电视的运作 特别举办一系列的体验营活动 周末特别由新著名姐妹组队报名参加的团队呢 更是有备而来 他们希望透过营队学习更多镜头的掌握 同时也希望能够学习如何播报新闻 互动场面相当热烈 好 假设你要的一些相片都已经选好了 周休假日来自大高雄地区的新住民姐妹 来到千连港督有线电视 参加活力人参体验营活动 透过讲师详细的导览解说 认识有线电视在地媒体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之外 最开心的就是能全家一起参加 学习如何制作节目和拍摄画面 就是可以认识比较多朋友 感觉很好玩 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高雄在地的一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在地人可以更多的学习或是分享 对 这样子可能会比一些电视台好一点 课堂中看到学员认真地跟着讲师学习拍摄做记录 研究镜头语言之外 也期待透过参访联系彼此的情感交流学习经验 更让新一名二代有机会上电视展现才艺 我希望他们可以用照片或者影片做记录 然后分享给家乡的朋友 那今天有机会来参访电视台 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剪辑做影片 我相信姐妹他们都说过满满的 谢谢 我想就是多了解一下 关于手机要怎么摄影之类的 或者做一些剪辑 所以对这个很有兴趣是不是 是 最后登场的主播体验迎课程 也让学员跃跃欲试 还有越南姐妹用母语播报 希望号召更多新住民关心地方新闻 广播给全部新住民的姐妹 可以参加 可以读书 可以适合在台湾的生活 这是很棒 当主播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 我非常紧张 我是跟我想说 我说错了没关系 你想想看 像妈妈都很怯场 没关系 凡事都有从错了开始才有对的 她说我知道了 妈妈这边以后有这种节目 我们还是要过来参加 我说好一定有 只要有这个信息 我一定会带你们过来 活动最后参访团 还带来越南的传统舞蹈 展现曼妙的舞姿 也为这次的参访活动 画上完美的句点 活力人身体月宾才高 港多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